Hello 各位請來小老弟 老天們跟你們聊 那這一集呢 我們來談這個犀牛盾的邊框 那它這個型號是 Crash Guard MX的系列 它就是只有邊框的 那這個不是我的殼啦 這個是有朋友借我開箱的 那我分享給各位看啦 其實我已經很少在用犀牛盾了 不過如果你有朋友說 你殼要讓我來測的話也是可以啦 你再聯繫我 我看把你的殼寄過來 我幫你測看看 然後我給你一點建議跟評測這個殼 那像這個殼的話 我也會等一下也會談到說 除了開箱以外也會談到說 我覺得犀牛盾它可能要面臨到的一個 它應該要去變革 不然可能之後 我也不曉得它的發展啊 我是覺得不然它可能 有一些殼已經漸漸的快趕上了 不過它的品質還算不錯 我們先隨便開一個粉紅色的好了 那它這個就是沒有 它這是沒有背板的 看一下 那它就是中規中矩啊 就是很漂亮 側面有這種殼子 然後它的這個材質啊 它這個材質就是比較硬的那種 比較硬的那種橡膠 應該是說那種塑料啦 所以它這種是蠻 我是覺得蠻防滑 防污防油脂的 抹起來其實還不錯 它有做一點牙痕 牙痕就是 就是好像有一點 它做得很像那種顆粒狀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看不看得清楚 總之它的做工算不錯 裡面就是蜂巢的 它這個按鍵是可以拆下來換的 那我現在這邊是沒有按鍵 所以我就不拆了 不換了啦 就是它的按鍵可以替換 然後它的這個邊條啊 它這個邊框這個邊條 也是可以替換的 所以它其實是 如果你用那個 我們手機殼來講說 它其實是 它的優點是它的變化性真的很多啊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很多變化的 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它的品質其實算不錯 那我們稍微測一下說 它這個重量 如果你只有裝框的話 它的重量大概是多少 看一下 它的框重量 二十幾顆喔 我們現在測的型號是12 Pro Max 12 Pro Max 你的框二十幾顆算非常輕的 等於是說裝那種普通的很薄的那種清水套 二十二顆 所以是算還蠻輕的 那我們來測一下 我來跟你講說 這個可能它的問題 我等都用完了 我再一起談好了 那會買這個邊框的人啊 你就是 通常你就是 你是希望露出背板嘛 還有有的人你會覺得說後面很燙 有時候手機很燙 它可以露出背板 可以散熱以外就是 它對於這個MagSafe MagSafe就是沒有問題嘛 MagSafe就是可以這樣吸 而且它是吸的還蠻老的 那無線的話是一定沒有問題嘛 無線的就不用說了 無線的也是會有 所以就是 邊框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影響MagSafe 然後它的散熱也不錯 那我現在來講說 它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它的這個 背面啊 背板的這個高度啊 我是覺得是比較高啊 給你們看一下 它是有高於鏡頭 而且我12 Pro Max 我是覺得它也算蠻高的 那你13 Pro Max 或者它鏡頭更高的 它也許又會 呃... 我是不曉得啦 也許還是一樣 只是說我覺得它一開始已經做得蠻高的 所以我現在在拿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 我中間這邊凹進去 我會感覺它落差會很大 所以你在拿的時候 我會覺得會比較不舒服啊 因為它這個落差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它這個落差太大了 所以你如果這樣子拿會很奇怪 就是會不舒服 所以你變得要這樣子拿 可是這樣子拿的時候 它又會太寬啊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買邊框的朋友啊 當然你是有背板 可以散熱跟磁吸的好處 但是就是變成你的手感 我覺得這樣手感不好啊 所以我建議你去現場去實際去裝啊 因為它犀牛頓 它這個可以讓你試裝嘛 你去試裝 你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個感觸啊 這個觸感 我覺得是比較不ok的 就是因為它中間凹太進去啊 然後會比較厚比較寬 那如果你是 你是 迷你的啦 或者是你是Pro的 或者是你普通的系列 我覺得可能還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Pro Max的 我建議不要裝邊框啊 不要裝邊框款的 我會建議你就是裝有背板的 背板的就是像這個有MX的 MODE MX的這種背板 我等一下會把背板再給各位看 那我們再看一下說 如果白色的裝這個粉紅色的是不錯 然後我們看一下如果裝紫色的 然後這個拆裝 我就說暴力的拆裝法 我會建議說你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看我上一個影片就是用 用毛巾去用 如果你不行 其實你就是這個用力一拆 邊框的會比較好拆 你就拆起來了 等我一下 我們看一下紫色的是怎樣 整體而言是還蠻漂亮的 然後它這個裝啊 它裝的話這個飾條啊 飾條你不用拆啊 你就直接裝就好了 那它有很多變化啦 你們再去看網路啊 那我就不太不用了 我就直接裝給你們看 我是給你裝這種顏色啊 然後它這個飾條就是你要把這個卡榫裝好 等我一下 所以紫色的其實也還蠻好看的 粉紅色紫色 如果你女孩子白色的手機啊 裝起來是還蠻 還蠻好看的 還不錯 白的手機是白搭啦 是不錯 那我還有在講說 犀牛盾它如果我真的在跟它說 它的優點就是 它旁邊這兩個不會那麼鬆啊 它的缺點就是很緊啊 拔不太起來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 我猜它就是希望讓它這個比較服貼啊 那個材質 不然有的就很軟啊 你看它的就不會 它的就會很服貼 所以它這個不會太凸出來 所以你們在看的話 它都是很直的 所以我會寧可說 如果你要買這種邊框或這種的 你還是要買犀牛盾 因為它是比較硬的 不過就是說 我是說它Promax這個落差太高 如果你拿邊框 我建議你去實體的店面去摸看看 適不適合 我自己是覺得我拿這樣不舒服啊 因為這個落差太大 它如果做平一點的 我就覺得是可以 但是它這個落差 我是覺得 它這落差太高了 所以你在拿你這個凹進去 而且是Promax不好拿 不過整體還算不錯啊 那再來就是跟你們說 就是說 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買犀牛盾 還是要買有這個 有貝版的 有貝版的系列 我隨便拿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拿一個 這個Hello Kitty限量版的好了 我們就拆起來看 Hello Kitty限量版 等我一下 Hello Kitty限量版的 拆起來 然後呢 犀牛盾它的邊框就是 不是邊框 它的這個 呃 它的背板這個就很容易掛傷了 所以你們一定要很小心 其實也不用小心啊 這一定會掛傷的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一個面板 大概多重 一個面板 先試一下 因為這別人的啦 因為這別人的啦 我不要把它 別人的 我們不要把它弄壞 等我一下 看這個一個 看一下這個幫襯 幫襯有一點當機 可能是我這個太軟 哇它的背板怎麼那麼重 背板二十幾顆喔 可能不準啦 二十幾顆 我們來裝就知道了 來我們來裝 就把它四條拔起來 然後你把這個 背板裝進去 我現在一進到底啦 就裝給你們看 就往裡面 裝進去 往裡推進去 那它卡的還蠻 還蠻緊的 卡的蠻緊的 我們來測一下重量 對二十幾顆啊 所以你裝背板變成 所以它的一個背板也二十幾顆 所以裝下去變四十幾顆 原來邊框二十幾顆 背板也二十幾顆 所以如果你是裝背板的話 會比較重 那我們裝看看哈 裝看看HELLO KITTY的 等我一下哈 好那它有裝背板 就是變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裝背板啊 我覺得它在摸的話 就好很多 就變得很好拿 所以我建議還是 我建議還是要買有背板的 因為它背板 它這個落差就不見了 它這個在摸的話就 蠻舒服的 而且它這個做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它如果是有背板的系列 我就會推薦 那不過就是 可能你就要上市 MAGSAFE了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吸MAGSAFE 是可以吸MAGSAFE 可是它完全吸不住啊 它會掉下來 它會完全掉下來 就吸不住啊 它可以MAGSAFE 可是你只能平放 那無線的話是應該沒問題的 好無線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不知道你們這邊有沒有看 無線的是可以的 好 所以我說 嗯 犀牛盾的話 就是邊框的系列 我在講一邊就是說 嗯 我會覺得可能邊框的 你如果是大的尺寸的手機 你可能要現場去試裝看看 適不適合 那如果你是 嗯 有裝備版的 就是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背板的 我也是在講說 我覺得現在犀牛盾現在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 嗯 它可能要有一個變革 因為它沒有MAGSAFE 現在基本上 現在很多廠牌都開始在做MAGSAFE 它的花樣是很多 可是它沒有MAGSAFE 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因為 還是有一群人 他們是喜歡用MAGSAFE的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說 犀牛盾可能這方面 它要去變革啊 不然它有一天會完蛋 因為MAGSAFE最後 最後還是一種趨勢啊 雖然我自己很討厭MAGSAFE 但是我發現有一群人 他們很喜歡MAGSAFE 而且通常是越有錢的人 他們是越會最新的 最新的產品 他們都會用最新的規格 所以我覺得MAGSAFE 是一定也要用的 我們這還有一個花的啦 花的我們也來裝看看 花的這個背板 也是裝這個 粉色的來看看 我是覺得都蠻漂亮的 它其實是漂亮啦 但是 可能就是會犧牲掉MAGSAFE 然後拆裝的部分 我覺得它會比SOLISOO好拆一點喔 如果你是用這個 MX或者是MOD的系列 MOD就是有這個背板的系列 有這個花的 它還有很多圖案啊 你們可以上網看 我是覺得還不錯 其實它是蠻漂亮的 而且它這個按鍵是可以換的 是不錯 不過就是它久了就是 我覺得它可能要 第一個要做一點 有MAGSAFE的款式 那第二個就是 它的這個 如果是邊框的話 它的這個落差 它是不是要想辦法去改進 另外就是 就是你會覺得它可能 變化就是這樣了 它現在最近有出一些 就是那種透明的 透明的也不錯啦 可是就是沒有MAGSAFE 我現在比較常遇到的問題是 有一群小老弟一直說 他們因為 有一些他們比較高端的人 他們買的東西 都是有MAGSAFE的裝置 很多有錢人 他都是買MAGSAFE的裝置 那你犀牛盾都沒有MAGSAFE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它需要去面臨的問題 不然它最後會 會被人家打 會被人家打掉 會被其他的產品 就是 擊潰 好不好 那今天就是 開箱就是開到這邊 所以就是 我是覺得就是 MX的系列 拿一下 就是這個 防曬的系列 那會建議說 會建議說去買一些就是 建議啦 如果你要去邊框的話 如果你是12 Pro Max的 我建議你真的要是去現場去看 手感適不適合你 然後我會比較建議說 如果你是只有邊框的話 比較適合手比較大的 或者是你不會對這個落差不會有感覺 然後你喜歡它會散熱 然後有MAGSAFE的就用邊框 那不行的話 我還是建議買這個 背板 來裝 因為背板它摸起來比較平 但是背板就是沒有MAGSAFE 有一群人就是會一直批判就是 你也沒有MAGSAFE 這個是它要面臨的問題 好吧 那今天就到這邊了 不過我也很少用犀牛盾了 那還是提供 因為你既然要讓我撤 我就來講出我比較真實的想法 好 那你們再去去試看看 那SOLISOOT 我之前有開過了 SOLISOOT更緊 那個手都拆不起來 你們再看怎麼拆 好吧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了 希望會對你們有幫助 好